分享一下他們的成功經驗 很歡迎兩位來到 介紹一下他們 首先是Edison 他是我以前的學生 之前讀完藝隽之後 又讀文鵬高級文鵬 也是在令南讀 然後讀到Degree畢業 一直都是讀設計的多媒體設計 現在就是在做網頁和Apps設計師 另外是Horace Horace其實是我同事 他不是我的學生 他讀完藝隽之後 一直升到在Master畢業 現在在做我的同事 他是負責課程統籌 經理 所以我們這個大小的課程 都跟他有關係 藝隽課程也是其中一個 很歡迎兩位來和我們的同學 私底師妹分享你們的成功經驗 首先想問問兩位 當時為什麼會選擇讀藝隽 我先問Edison 當時是中學畢業 還是做了事 其實中學畢業之後 我都重複了一年 之後再考多次中英文 其實都不合格 不合格就沒辦法升上A級 那時候就很迷惘 抱著兩種心情 一種就是不知道 是否繼續讀書 另一種就是不知道做什麼 我最後都選擇讀藝隽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不如我給多一點示範自己想想 將來會怎麼辦 至少我現在不讀書也好 都可以有一張文憑 可以找到一份好一點的工作 但是有沒有擔心過被人叫藝隽 那時候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那時候是選擇 領南大學時做俊修學院 其實領南大學時做俊修學院 也有一個叫做大學背景 出去跟人說大家都認識 是一間大學的 所以也是會給人介紹 我學到南大學として 也挺學feh倡的 那Vorest呢 那時候我也辦了一段時間 的全 coup的工作 其實已經做到了六七年的時間 但當時做了一些 比較大體力勞動的工作 那時候就不想通過 而以後也會做這個毅ionen 所以蜜允那樣 ghp 決定決定讀一本 sł 但始終我自己的會考成績不是太理想 選擇其實也不是太多 經過朋友介紹就知道有偉俊這個課程 當時我也是 我覺得寧南是有一個大學的背景 所以我也決定是寧南讀偉俊課程 做了幾年的工作 還要是體力錄動 看不出來 很斯文 那時候有否擔心過 做了幾年的工作 要回來學校讀書 有否擔心這件事呢 其實擔心多少都會有些 因為始終都放下了書包很多年 但是自己想回 你決定做那件事的時候 你就堅持去做 會有困難 可能其他同學其實比你小一節 小幾年 都很幸運 同學大家都很包容 還有老師都很幫忙去令我 和其他同學去融合一起做group project 其實都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 好 那就好了 希望同學都沒有這麼擔心 好 那你們兩位呢 當時選擇讀偉俊的時候 有目標嗎 本身有沒有想著要升到大學 或者升到去碩士 還有為什麼會選擇那個學科 當時會選擇設計 選擇設計的原因 因為我看到課程裡面 有一小小部分是碰到一些剪片 或者平面設計的東西 我以前中學的時候都喜歡剪片 或者做一些小小的poster 或者做powerpoint 那我就想透過這個課程 可以學更多這些技巧 那有沒有想過 今時今日會做這個設計師 其實沒有想到那麼遠 沒有想到那麼遠 就是現在達成這個夢想 你覺得很開心 是的 Horris 有沒有想到 那時候要做到今天 老實說 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到那麼遠 那當初為什麼會選擇 讀偉俊有沒有什麼目標呢 那時候也有朋友跟我說 其實你讀了偉俊 你可以完成了之後 你可以去考證副功 那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繼續升學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那也好 如果我讀完之後 我有機會去考證副功 或者我想繼續讀書的話 其實都可以是一個階梯 讓我去繼續升學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就選了一個雙科的課程 因為我其實自己都想做文職 都不想說太辛苦的工作 那其實都會學到一些 比如基本的文書處理 或者一些網頁設計 那其實後期裡面 我都會用得到這些skills 去讓我繼續在工作上 用得到這些技巧 原來是這樣 所以其實那時候 兩位都屬於遍步行步 好 那想問一下大家 那時候讀寧男的時候 和中學有什麼不同之處 就是那些課程當中 課程當中 因為中學其實沒有那麼多元化的課程 譬如設計 一些商業上的知識 其實都 在社會上都很實用 所以我就選擇了繼續讀這個藝俊文 那你剛剛讀完中學 然後讀藝俊 那你覺得中學那些科目 舉個例子 數學 英文 和中文 和藝俊那些科目 你覺得一樣的難 還是 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藝俊就合格 為什麼做到的 一年 因為那些老師都很用心地教導我 他由錢入心地去做 因為我中學那些老師 他就很 他預知我們是認識很多東西的 但是藝俊文憑 會由最基礎 去到慢慢 去引導我們去做到合格 或者更高成績為止 嗯 那你那時候讀的時候 和你期待的藝俊上課的東西 不同嗎 有沒有很新的 還是原來都好像回了中學那樣 嗯 因為我自己中學的時候 就不太讀書了 其實 我想其實藝俊和中學那個課程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分別就是 藝俊很多時候會教一些 比較實用一點的東西 例如可能中英文 他們會教一些 社交即身 或者去怎樣 和別人溝通的一些文章 那中學的課程 可能中文我們會讀一些文言文 那 我不知道 一來是我們提不給興趣 還是還是 其實那些東西在 實際社會上 我們比較少用一些 我們就會比較難吸收一些 那我覺得在藝俊那裏 同樣地讀中英文的東西 我會比較容易吸收 去理解和應用出來 嗯 那你剛才有提到 有這個Good Project小組的 那你覺得和同學合作小組的 這個Project難不難? 你說一下吧 嗯 其實就不會說太難的 因為大概 我想四至五個人一組 那當然會有部分同學 是會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過程 給大家學習一下 去和別人溝通 因為你除了讀書之外 其實你去到出來社會做事 你會有不同的同事 甚至會有不同的客人 那我覺得在過程當中 都學習到一個很好的溝通技巧 嗯 嗯 Edison 你有沒有印象? 嗯 都開心的 跟同學去做一些Project 因為呢 其實 大家其實都是Friend來的 在做Project的過程 就是 由不懂的同學 變成做一個Friend 哦 那就是藝俊得識很多朋友 去投入做Project 好啊 那想問一下大家 那現在很成功 當初其實讀書的升學過程當中 或者讀藝俊的時候 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Horis 先說吧 嗯 嗯 我想我遇到也有好幾個困難的 第一個就是 第一 放下了書包太久了 我也隔了六七年才再讀書 第二就是 本身在中學的時候 成績已經不太好 第三就是 英文 英文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 那我自己覺得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花多點時間去 克服回這些困難 可能其他同學 用一個小時時間讀書 我就要用兩個小時時間 嗯 其實久而久之 你慢慢慢慢 你就會覺得自己 可以慢慢追貼回 那個 隊伍的步伐 慢慢慢慢 其實你就可以 catch up 回到那個進度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 我完全不懂 我沒有可能追到的 其實只要花時間 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有些同學 經常跟我說 老師 我已經找到小學程度了 我26個字號都背不齊 我讀不讀得行 那你那時候是怎樣的程度 你的學生都算不錯了 有小學程度 我想我當時連小學程度都沒有 我是連那些ISM 都搞不清楚 那就慢慢一步一步 會有困難的時候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 我會做很多一些 gratma的exercise 去把我不懂的東西 一步一步慢慢慢慢地學回來 那 我想我現在都很好的 小學程度 但是當時你為什麼 會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去學習 有些同學可能很擔心 就是我要努力的了 但是我不知道從何去努力 他們都會擔心這個問題 你是怎樣找到一條努力的方向 嗯 我自己覺得做英文練習 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因為好像一些英文練習 一個chapter 就教你某一件事 當我做的時候 我其實一做下去 看回答案 我就知道自己懂不懂 當答案錯的時候 我就知道自己懂不懂 那你就要再花時間在那裡 去看回為什麼錯 然後去改正 那慢慢慢慢就會去 可以掌握到那個運動的方法 嗯 所以其實一直都自己不斷 自己去磨練自己的 沒錯 英文的技巧 嗯 所以同學們都有一個 心理準備自己都要努力的 那我講一下Edison 你有沒有遇到這麼大的困難 我反而遇到的困難是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都喜歡做PowerPoint的 那麼去到偽准都喜歡做PowerPoint的 那反而困難的位置 可能是上到開疊了 那要求高了 嗯 那就 那老師呢 就說話比較直接的 那對我的PowerPoint 又比較有意見 那他就說 如果你想一些PowerPoint上面的設計 是商業化一點點 那就不應該要這麼做的 那我當時都不明白為什麼了 那我時候問回那些老師 那些老師都很 很樂意地協助我 那他就告訴我 你可以上一些YouTube 或者上一些Forum 去看看你的PowerPoint 怎樣去做 那然後我之後呢 就照著他的方法去上去看 那就做出來的成果 都令那個老師滿意 嗯 那就是說 可能升上去讀書 我們會一步一步遇到一些 要求上面越來越高的困難 要調整自己的受問題 那你當時為什麼沒有被老師打層呢 嗯 因為我的意志力都比較堅定 那我就很想不斷去突破自己 雖然有些樽頸位是比較難突破的 但是老師都會幫我去做這件事 去突破這件事 那你剛才提到的困難 那你剛才提到的困難 但是最大的得著呢 那我記得是 魏晉給你最大的 對 最大的得著一定是 吃了一班朋友的 無論由做Good Project 甚至乎出去玩 其實不單止同學的 老師都會和我們一起出去玩的 有時候我還很記得 我們都四周十年 對 我還很記得那時候 同學加老師一起去唱K 那些 出去一些課外活動 很開心 嗯 那就是啊 魏晉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始終同學之間沒有一個競爭的關係 因為呢 魏晉我們的成績 大家合格 出席率達到八成 那就可以畢業的了 那我不用說好像一些的 要拉GPA 拉Curve 或者是我們一起 那條目標 DSE 我們之間的競爭 那所以在讀魏晉的時候 我的學生 關係是非常之融合 那跟我們的老師關係都很好 因為我們的老師也都是 和他們是主要是 其實我們在魏晉的過程當中 和同學的關係 不單止是一個 學科專業知識的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 做人的關係 就是和我們做朋友 去到 和他們在人生方面都很多一計談 可能是職業的規劃等等 都會在這個 做朋友的過程當中 去輔導同學 那 Horris 你在讀魏晉的時候 有什麼最大的得著呢 我想讀魏晉對我來說 最大的得著就是 我畢業之後 我有一個機會去選擇 這個機會就是 我可以選擇 除了體力勞動以外的工作 另外這個機會 亦都可以讓我去繼續升級 因為如果我沒有讀這個課程 我就沒有辦法繼續去再升級 去讀Degree 讀Master 其他這樣的課程 嗯 那麼 他說 那時候在魏晉 你本身 你說小時候不讀書 嗯 為什麼在魏晉 會變成一個 這麼勤力自己自主去讀書呢 嗯 因為可能始終做體力勞動的工作辛苦 自己都不想繼續那麼辛苦下去 那就想改變了 但是改變你需要有其他東西去配合 其中一個就是 學歷是一個 就是讀書是可以幫助你去 有更多選擇的一個途徑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去讀魏晉 嗯 那在讀魏晉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磨練到一個意志出來 那時候覺得在魏晉的時候 因為本身小時候是不讀書 可能是沒有興趣去聽書 但是魏晉其實始終上課 可能我們老師我都知道 我作為老師我都有悶的時候 嗯 為什麼可以克服到一個厭學的情緒 會不會有過 嗯 如果相比起中學 我覺得 是 魏晉就沒有那麼悶的 因為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魏晉去教那些東西 很多時候都會比較生活化一些 實用一些的 舉個例子 可能我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 我們會讀一些方法 或者一些 甚至可能高中一些 會讀微積分的東西 那在魏晉的時候 我們學數學 可能會計算一些 供樓的利率 這些可能是 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 那就會令到我們的 即是厭惡情緒 沒有那麼高漲 那也都會容易去接受 因為我原來學了這些東西 其實我生活上也有機會用得到 嗯 嗯 就是這樣 重返校園就做了一個 優等生 很大的變化 嗯 好啊 那兩位有沒有一些 很難忘的片段 或者是人物 我最難忘的東西 真的都是 同班同學 到處去玩 到處去吃 那最印象深刻 可能是 走去網巴打機 對呀 然後 因為打機的過程之中 養成了一種默契 變成做Good Project的時候 整件事都很順利 溝通上面都很順利 很快完成了整件事 好 反而在這個過程訓練當中 是養成培養到一個默契的 是 原來是 那我們做老師 都不會經常打擊你們 打機 打機 打機這個 這樣的一個習慣 那Horis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片段 嗯 難忘的片段 我想是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什麼都不懂 然後慢慢去讀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很多很多困難 但是 花時間去學習的時候 一步一步 你覺得 全部東西都不懂 慢慢 你又懂得多一點 慢慢又再懂得多一點 去到 測驗考試的時候 你拿到一個 不錯的成績的時候 自己那個心會很開心 也都很難忘的位置 就是覺得自己付出努力 是可以得到成果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難忘的經驗 即是有成就感 沒錯 是讀書第一次拿到成就感 是的 還有一件事 有些同學覺得很困難 就是上學 因為藝人要拿到八成出席率 才可以不倒業 兩位那時候 有沒有覺得反學也很辛苦 這件事 怎麼克服起床的困難 教兩個鬧鐘 三個鬧鐘 真的教了幾個鬧鐘 一點 有些重要日子會教兩個 啊 因為始終覺得藝人 其實 因為準時其實是一個 社會必要的一個 規則來的 所以不如在藝人課程上 嘗試一下做到這件事 那就是我的心態 嗯 但是藝人的開始上學 是不是每天都要八點半這樣 嗯 有些遲些的 有些課 是啊 其實我們藝人的課 就不是每天都是同一個時間 譬如我們最早的課是九點鐘上課 但不一定每天都是九點鐘 那些時間可能會排了九點 十一點 甚至可能下午才有課 再或者甚至一天是大約 總之藝人的課 就像你聽到一些朋友去大學的課 那樣 那些過程的時間 是一個星期 每一天未必一樣的 但是一個學期當中 每個星期就會一樣 那些同學就要培養一下自己的 自主起床發學的能力 有些時候下午才上課 結果第二天 早上就起不了身 那樣的情況 但是其實是自由的 只要不在上課的時間 同學可以在校園裡 參加防身活動 等等自由的安排 其實跟中學是挺面紅 那時候 所以有同學會和朋友一起著 的出席率最少我才可以完成 如果不是我考到多好成績都沒有用 反而我是不斷提醒自己 你一定要準時上學 最少要有百成出席率 如果知道我就沒有特別 很難起床上學這個問題 即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 上學是最基本的 所以大家如果選擇了藝術課程 記得要上學就可以了 好 再問一下兩位 你們覺得讀了藝術這件事 對以後大家繼續升學的幫助有什麼呢 即是在這裡學到什麼技巧 拿到你們可以繼續升學上有些預算 我在讀藝術的過程其實都學了一些專業技能 之後去到升學或者甚至不升學出來做事都好 其實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因為我有一個專業的資格 可以做一些相關的工作 又或者讀相關的學科都可以 那時候讀了藝術的 即是對你之後 主要是你專業方面的發展 一直都很有幫助 我覺得你學到的基礎 是以後真的用到的 真的用到的 真的用到現在都在用 都挺實用的 真是藝術課程的這個知識 是啊 好 那Horis呢 我想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我在藝術課程裡面學到一些基本的文書應用 也都學不到一些英語的寫作技巧 那這件事在我日後的工作上面 其實的確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另一方面就是 就是藝術去幫我強化一些我以前沒有學好的 例如一些英文的底子 這一方面呢 也令到我日後在升學那裡 打好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那去到令我可以在後續再讀的Degree 讀Master的時候呢 我可以理解到科學程裡面說什麼 也都可以去應用出來 嗯 是的 說起又說 我們藝術是用中文讀的 升上去就用英文讀的 一路讀High碟 去到Degree去到Master 那那個跳躍性這麼大呢 會不會適應到 如何去適應呢 可能都有同學擔心 讀完藝術是否真的可以升得到 讀得到 嗯 其實剛剛升上去的時候 也有一點點不適應的 但是花多一點點時間去查一下字典 或者問一下老師 其實都相信是不困難的 就是因為那些知識是痛的 是的 因為那些知識是痛的 那你那時候呢 其實我也有同感的 其實那些知識都是相痛的 還有藝術其實也有英文科的 英文科裡面都會教大家一些文法的運用 那這些技術和知識 其實之後都可以用得上的 嗯 我想問一下你那時候說英文的程度 不及小學 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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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樣可以在一年之內 真的可以追得到英文的水平去讀high deep 嗯 我想我同學都會擔心 哎呀 一年而已 可以不可以 嗯 我想大部分同學的英文程度 應該會比我當時好的 其實 那我自己就在那一年裡面就做了一些文法的練習 那我其實做了那些練習 還有我一直在上英文課的時候呢 因為當我完成了藝術 我升上去讀高級文憑的時候呢 我其實是可以應付到他們以英文教學的方程 所以我覺得如果一般同學是在藝術用心去讀英文的時候 我不覺得會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那你兩位都覺得困難不是很大 我相信會不會有觀眾朋友 好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Horace 你當時讀完藝術之後 我聽說你也有去找工作 嗯 是的 本身讀藝術之前 你就是在做體力類的工作 聽說你去找工作 也發覺那個選擇不夠 那你讀完藝術之後 有什麼變化去找工作的那個選擇 嗯 那我讀藝術之前 都是到一些體力勞動 去廚房 搬運等等的工作 那我讀完藝術之後呢 我就由藝術那裡學了一些技術 例如去怎樣寫求職信 怎樣寫履歷表 那我當時就藝術去投我的履歷表 去一份文職的工作 那我又慶幸地 我被邀請了去做一個面試 那我又繼續用回我一些面試的技巧 還有去做一些測試 包括一些打字 寫作 那我隊友呢 我又真的透過讀完藝術去成功到 去申請了一份文職入職 是的 文職 我們都會聽到 有些倉務員都是要入行 選一間的數 那樣都叫文職 你當時那份文職 和一個未讀藝術的文職 同不同的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給我們知道 我當時的文職 我想我就不特別透露那間公司 不過那間公司都很大了 都有幾千個員工的 那我就在那裡成功了一份文職 是不需要體力勞動的 真是處理一些文書的工作 那時候的面試過程 剛才說過要筆試 要打字測試 然後面試 面試有多少輪 一輪一輪 然後成功入讀職 應該競爭都很大 但是入讀的資歷 就是要藝進畢業的 中學畢業本領的資歷 如果沒有這張文牌 沒有機會去做的 其實當時我記得他那個入職要求 就是要中五五科合格 其實我讀藝進之前 我是達不到這個要求 因為我中五是沒有科合格 但是我讀完藝進之後 我就可以達到那個基本要求 最少我有資格去申請這份工作 有資格去面試 這個就是其實我剛才這樣說 我讀完藝進這個是一個機會 給我做這件事 非常好 我們中學將來想去做文職 想離開你本身做的 體力勞動的行業 當然可能都是各種不同的原因 想轉行 但是藝進又可能會幫到你這個行業的轉型 那有沒有覺得 除了文書類的職業多了之後 有沒有其他其實你都可以去做 不過未必選擇了 有方面是多了的 其實都有的 我想譬如今時今日這樣 可能去做一些 就算你做銷售類 或者做其他的工作 你都需要有一個學歷證明 簡單例子 可能你做保險 已經需要有一些中五畢業 科合格等等的一些要求 如果沒有這個學歷的話 我選擇工作的範圍 就只會好賺好賺 沒錯 現在都越來越多的職業 需要大家有一個DSE的五方合格的資歷 另外的話 可能除了這個文職類也好 可能剛才都說到銷售類 還有就是同學 可能在本身做事的那個機構上要升職 可能都需要一個高一點的學歷 才可以升職 好 我就是另外這個職業方面的分享 想問一下大家 如果假設你當時沒有讀到藝進 你們想不想像到十年後 今天你們會做些什麼 Edison 敢不敢想像一下 我曾經想像過 在我讀藝進之前 我就會覺得 有很多東西我沒有選擇 我沒有選擇權去選擇 這份工作 或者選擇這份工作 其實我選擇的東西變得很小很小 我到可能今次今日還是在做那些職位 嗯 可能長遠來計 未必對自己的人生是一件好的事 如果我不想這些事情 當時你中學讀完書之後 是在一個人生交叉點 是的 要不就做事 要不就讀藝進 繼續有機會升 當時是有機會升上去的 是的 叫做拿多個機會給自己 總之每一步的機會就會增加了 是的 如果是做事的話 可能一直都停留在當時的職位 嗯 現在覺得自己又不選錯了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了 那Horris 如果你當時沒有讀藝進 可能繼續是你的職業 還是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你猜一下自己 我相信如果我當時沒有讀藝進 我今時今日應該都仍然是 在做一些努力勞動的工作 尤其是現在 三十七度的時候 我還可能在外面搬 但是 我其實都很同意Alison 說 讀完藝進給你一個機會 你的選擇是多了 你有機會去選擇不同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沒有讀藝進 你的選擇範圍就非常非常窄 你只可以做一些 不需要學歷才能做到的工作 幸好你讀藝進 不然我就失去一個這麼好的同事 好啦 時間又差不多了 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什麼想跟觀眾說呢 有什麼寄予給他們呢 我最想說的就是 可能做每一件事之前 都有一個短期計劃 和一個長期計劃 為什麼要分短期和長期呢 這個我聽過 是哪個科目學回來的 是藝進入面的人制 人制傳移技巧 對 沒錯 你又詳細介紹一下 因為我對這一科都挺深印象的 老師就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面對自己人生的一些技巧 又或者跟同學分享一些 一些知識 其中一個就是叫我們 不如訂一個五年計劃給自己 不長不短 因為五年計劃是可以 訂立自己一些短期的目標的 那這些短期目標是令到你自己 不會放棄 那麼達成一個目標 再訂一個十年 或者十五年 慢慢去循序漸進去 做一個計劃呢 其實呢 會沒有那麼容易放棄 嗯 現在有沒有堅持這個 有啊 十年後今天都有堅持 那麼當時的五年計劃 都完成了沒有 完成了 那叫做 即是升學的這些 是的 升學的計劃 事業的計劃 非常好 未來有沒有什麼大計 可以投入一下 嗯 都是一些人生的大計劃 人生的大計劃 好 那 Horace呢 和觀眾有什麼可以跟他們說一下 嗯 我想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嗯 如果當大家有一個想法的時候 可以 鼓起用它去做 當你決定了做的時候 就要堅持 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嗯 好像Asson這樣說 其實都對的 我只覺得有一個短期的計劃呢 會令自己更加容易去達成到一個目標的 那當計劃越短就越容易達成 達成了之後呢 才慢慢慢慢去拉長回每個每個的計劃 那就會沒有那麼容易去放棄 嗯 就是要想到就好去做了 不要再拖了 你那時候覺得 你那時候有沒有拖的 就是讀藝俊這件事 我其實就沒有拖的 因為我當時年紀都不小的 所以我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拖 明白 好啊 那同學仔如果是有讀藝俊的這個計劃 不要五年了 馬上好研究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有沒有觀眾提問 我觀眾現在是可以用這個時間去問一下問題 我們嘉賓和我都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 有同學問了 想問一下多不多 Age大的同學讀 就是成年的學生 有沒有說什麼年齡最適合讀 比較老還可不可以融入課堂 這個我先回答一下 其實我自己教書都教藝俊都十年了 每一年來說 其實21歲以上 我們叫做Mature Student 都是佔一定的比例 你說一班當中 其實每一班都不少於十個 究竟說 有些其實看上去都是看不出的 因為剛剛中學畢業都是成年人的樣子 然後有些同學 二十啊 21啊 剛剛是離開中學 一兩年做了事之後 覺得做事都做努力的活動其實都挺辛苦 就會回來讀書 又或者是有一個新的目標 可能想投考一些功能員 所以其實一班都大概都有十個 我們有一班三十個人 大概都有十個都會是Mature Student 另外你說成年紀有沒有很大都還能讀 有的 其實我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每一班其實接近三十歲的 總會有兩個 甚至有四十歲以上的媽媽 其實因為子女大了 讀了小學等等 不用她那麼根深地去照顧 會回來讀書 完成她的讀書的夢想 甚至我有前兩年的一個教學的媽媽 現在連High D她都讀完了 已經出來投入更加好的工作了 所以的話 沒有說幾多年多的 都是可以讀的 也沒有說幾多歲才適合讀的 其實隨時都可以回來讀書的 有同學問 我想問如果我不想上網上課 可不可以上學嗎 那這件事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本身是 即上一年 雖然是疫情的情況下 我們學校行了雙軌制的 你可以選擇回學校上課 也可以上Zoom課 方便同學去選擇 那接下來如果疫情的情況 是有緩和 那其實同學 所有同學回來學校上課 是沒有問題的 好 接著有同學問 如果我讀了紀律部隊課程 之後升上去 可不可以選擇雙科讀 嗯 沒錯 是可以的 那剛才呢 其實我介紹了很多不同的學科 和升學的途徑 都是我們建議的升學途徑 即是你讀完紀律部隊 可以升上紀律部隊的高級民憑 也可以選擇雙科 甚至呢 跳遠一點點 讀去升人文 翻譯 或者是這個 中文媒體寫作創作 都沒有問題的 對上一次呢 大家可以看回 我們上一次開課日 其實有一個師兄 就是讀完紀律部隊之後呢 升上去讀這個 中文媒體寫作級創作 其實 就是讀了你的課 對 好 各位同學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呢 其實隨時都可以 透過我們的screen 下面呢 我們在一個 description 裡面 寫了網上即時課程諮詢 都可以去找我們的老師 做一個zoom面對面的諮詢 好 這樣呢 好 時間又差不多了 這樣跟大家再講講 其實記得報名的方法